大家好,我是班尼老师 最近因为CORONA不能去运动,一直待在家 突然胖了很多 所以我今天开始想减肥 今天呢,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韩国开减肥药的方法和减肥药诈格等 当然最好还是做运动 但是像我一样,每次都是三分钟热度 我觉得在医生的帮助下 开减肥药比在药局随便买减肥药更安全 首先,如果你想在韩国开减肥药 你要去那科或者减肥诊所 减肥诊所 减肥诊所 如果你随便买在韩国药局卖的减肥药 你都不知道那种药是不是合适你的身体 有没有效果 又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看医生 然后再开减肥药 减肥药 但早上去夕了 我会不会放到 我会不放在那 但是我会不放在哪里 如果我会不放在那里 我会不放在那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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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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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